在小学生圈当中相当流行的彩虹橡皮筋 它的色彩相当的鲜艳 只是没有想到果然也是包着糖衣的毒药 英国BBC就报道指出 有一款由英国生产的橡皮筋 里头的塑化剂超标400倍 这除了会影响小孩的发育 对人体的肝跟肾也都会有影响 虽然这款问题产品没有引进台湾 但是标检局也坦诚 这类产品都没有抽验过 这也让人担忧 其他的厂牌是不是也会有类似的问题 用勾针在编织器上 串起一条条五颜六色的彩虹橡皮筋 不一会儿功夫成品出炉 小朋友们开心的戴上手或扎起马尾 成就感十足 由美国引进近半年来 在全球掀起的橡皮筋风潮 国内售价从百元到上千元都有 而且最受幼稚园和小学生的青睐 粗估月销售额高达数百万 但根据英国BBC报道 由英国厂牌RMS生产的 彩虹橡皮筋里头竟被验出 含有塑化剂零本二甲酸脂 含量高达40% 至欧盟标准值0.1%的400倍 虽然问题产品国内没进口 但标检局也坦诚 这类橡皮筋过去从没验过 其他厂牌有没有含素毒 没人知道 觉得他很有趣很有创意 那现在突然间知道是很危险 不会让他玩 就怕有个万一家长们不敢让小朋友继续玩 因为玩完如果没洗手 被人体吸之后可能增加女孩性早熟 甚至是长大后离乳癌的风险 男童则可能造成过动 第二性征不明显等等 另外颜色鲜艳的橡皮筋甚至还可能残留 重金属 如果长期暴露 可能会有一些神经方面毒性 影响小朋友的智力的发展 它也会伤肾 会导致心血管疾病 塑化剂外加重金属 双重危害发育的潜在危机 家长们除了得盯紧小朋友勤洗手以外 或许也该考虑帮小孩换个游戏 才能杜绝可能毒害 邮电TV猜中的吴登丽台北报导